第五場推介都是英超賽事 曼聯主場對修咸頓作客 這場球同樣也是 其實也是兩隊球三天前已經踢過 當然這裡的記錄暫時看不到近期戰況 但可以跟大家補充 曼聯1比3擊敗了水晶宮 那場賽事真的相當出色 修咸頓來說也贏了一隊富咸 2比0 當堂來說 扔掉主要降班對手的分數 又稍微拉遠一點 這場球其實 無論如何都是看高曼聯 初盤來說是讓一球 讓一球 即是說 曼聯贏球就走盤 如果他贏了兩球 才算是贏了整個盤 你說會踢成怎樣呢 講真句 曼聯是真的 其實來說 到現在換了領隊之後 回復以前那隊的曼聯戰績 基本上來說 真的少有輸球 嚴格來說 歐聯不夠巴黎聖的夜門打 作主場也輸到0比2 經常都說 作客來說很難有機會先反 這個數據事實上也挺硬的 首回合落後0比2 如果還要主場落後 基本上都很難看到有機會先反 所以來說 我想歐冠會盡力去爭 但是會不會說 有機會做到可以 進級 或者跟巴黎可以贏回一仗 這個也很難說 我不是十分看好 聯賽來說 反而去補前勢 這個機會 還是會比較上有機會 跟阿仙奴車路士爭 今季來說 今場球來說 接下來的賽程 就是曼聯要著客 修咸頓來說 也要對二次 不過這個在說七日後 去日四日後 要有一仗歐冠杯 所謂歐冠杯 一球球 可能也有多少所謂後顧之憂 或是贏球未必會大勝 我看就算開個盤口出來 這樣去稱 也就是說 你要贏到我兩顆 才能開到上盤 所謂來說 外圍盤率這樣開 都合情合理 畢竟你買萬聯讓球 主隊勝 他只是駁你走水 所謂難聽說 如果有機會賽 也會殺你的上盤 今場球會怎樣選擇呢 其實我個人傾向 都是看高萬聯的 因為萬聯的主場 對著一隊修咸頓 其實之前都對賽過 講真句 當時作客踢成2比2 那場球很快就開了入球 今場球會怎樣 我看修咸頓 我相信剛剛成員一仗 也會跟你拼 正所謂難得有這樣的機會 希望搶得一分就一分 就算輸給你 或者有機會賽和你 可能 都是希望能夠拿到一分為目標 當然 這個下盤我就不會買 今場球我仍然會選擇的 入球大小 傾向選擇個2.5球大的 我相信2.5球大的 到時馬會的賠率 都一定有1.7倍以上 我覺得兩隊球都有入球能力 希望來說 萬聯有機會失敗 這場球開到大的機會 相對來說也樂觀些 事實上 修咸頓作客 亦不會跟你守 所以我覺得今場球 希望踢出一些2比1比分以上 個人選擇2.5球大的中位數 選擇個大的今場球